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我是小公关 今天是1月23号了,多云的一天 小伙伴们,这一颗冰玉醉化 你们还有印象吗? 今年的4月28号 然后二杆给我寄过来的 其实还小的时候,那个醉化点是非常明显的 特别的蒙,给你们看一下小时候 他刚刚种下的时候的照片 小伙伴们看到了吗?小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蒙 现在长大一些了,我觉得应该还是坠化吧 就是这个地方应该还是坠化 是因为我给他营养太好了吗? 没搞懂 感觉,你看这后面有一个头 然后呢,这个地方应该是坠化了 我们把这个枯叶给他扒一下 这个冰玉醉化还挺好的 几乎都没有消耗什么叶层 你看,他这下面几乎没有消耗什么叶层的 说明营养是真好 哎呀,我看到了两颗野草 这野草得扒掉 不能让他抢那个冰玉醉化的营养 这就是给大家教的一个冰玉醉化的作业 小伙伴们,你看这一颗醉化 现在长势特别的好 这样看的话,这个盆都快融不下它了 我还想着它应该会这样横向长 没有想到它是这样竖着长的 你看,它是这样竖着长的 下面再来教一下这三颗的作业 这三颗应该是去年十一二月份吧 也是二杆寄过来的 这两颗都是三个头的冰玉 我感觉它的这个冰玉 跟我的那个冰玉还真不太一样 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它这个叶片很长 狭长狭长的 其实我已经把它们控的很好了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给它们浇水了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这个叶片就是这么长 然后这一颗也是 你们看我下面的这个叶片 都已经空了两层叶片了 叶片还是比较狭长 然后这一颗呢 是当时 这一颗是当时商家送的月亮石 哇,我觉得月亮石这个品种好漂亮啊 没有收到这个月亮石以前 我是没有这个品种的 你们看 长得特别的周正 然后叶层也特别多 小伙伴们你们有月亮石这个品种吗 可以拍拍你们的月亮石 发在我视频下面哦 西坑一下 我们来给这几颗肉肉 扒一扒枯叶吧 枯叶是真多 一直被我控养着 都没有时间扒它们 然后这颗月亮石我一直放在那个挂栏外面的 这颗月亮石是不是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盆 这样它长得很霸气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 需不需要给月亮石换一个大盆啊 这一片叶子从中间消耗掉了 暂时不扒它吧 我怕把别的叶片给伤着了 当时还用的是多元土给它们铺的面呢 还是很宝贝它们的 看 哇 好周正的月亮石 好漂亮的月亮石呀 太美了 月亮石应该是属于东云西的肉肉 就开始长花剑了 你看看 你都还是个孩子呢 刚刚来的时候收到的时候 好小一颗 还长了两个花剑呢 就说那么小 就忙着就开始给我开花结果了 是吧 好月亮石我们枯叶就已经扒得差不多了 再来看看这两颗 这两颗我总觉得真不太像冰玉 不知道为啥 反正它这个就跟我的那个冰玉不像 就我没有控养的冰玉 我觉得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小伙伴们看 这是我的冰玉 这个这个算是控养吧 这个我的这个冰玉 算是控养了 然后你们看跟它的不一样 我重新拿一颗我没有控养的冰玉 小伙伴们看 我拿了这三颗冰玉过来 这一颗这一颗这一颗 然后这一颗是那个子菌的 哇这个冰玉短肥原 棱角分明的 好这颗我没有控养了 它的叶片是很肥厚的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叶片啊 怎么养都养不肥 你看它就是那种很薄的 而且我哪怕再怎么控养 它都是属于那种很修长型的 然后这一颗的话也是 我觉得不算是控养吧 撒大绿 嗯但是它叶片也是属于那种很肥厚 然后开始会有暗稳 这个的话我不知道为啥 它怎么都不会有暗稳 然后你们看也要开始开花了 哇这个这个品种 我感觉不像是冰玉 你们觉得像啥呀 所以对比了一下 给它发枯叶吧 这枯叶反正是挺多的 我以前认为它的那个叶片比较长 是不是因为我下面的肥比较多 然后水有点大 但是我已经控养了很久了 几乎就不给它浇水 它的话真的是看天吃饭啊 但是偶尔还是会给它一点水的 然后你们看它的叶形是这种 很奇怪 长得还挺好的呢 它这个应该是根系已经把盆全都沾满了 哇这一边你看 叶片都已经黏了 黏巴成这个样子了 让它自然消耗吧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个像什么品种 你们手上有像这样的多肉吗 像不像他们所说的 以前我记得跟冰玉很像的一个品种 叫什么 叫玉蝴蝶 还是叫什么 哇这个叶片好薄呀 都夹断了 还有这 哇这下面好像抱小宅宅了 小伙伴们 看得到吗 这下应该看得清了吧 发现我换的这个新手机啊 拍那个视频 觉得还没有以前的拍照看的 我说 是我哪个地方参数没有调队 还是什么的 哇这里又抱一个宅宅 你还挺能生的 在这小百方里面 这究竟是个啥品种 这里面的这个小宅宅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不好弄呀 我怕伤着那个小宅宅了 这里面的这个小宅宅是这个样子的 你自求多福吧小头 我也只有这个能力了 要不就是只能给你换大一点的盆了 忍耐忍耐啊 还有好多老状肉肉都还没有换呢 好了小伙伴们 这颗的枯叶扒的差不多了 再来看看这一颗 这一颗也是的 好久好久没浇水了 好久没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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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们说里面会有小宅宅吗 让我们四目以待啊 这个好像也有 我看到 我看到这里有一个 看到没 有一个白色的小芽 把这一片叶子给它扒掉 这个叶子还居然扒成了 好可怜哦 这个小头在这里面 好可怜哦 委屈求全的 哇这里面还有 天 这这这这这这惊喜 那么那么冷身啊 杆子都露出来了 然后这里两个头 不拔枯也不知道呀 扒了以后才知道它这里面那么多窄窄 哇这个多元土铺面真的是 你们听到霹里啪啦霹里啪啦 这一片叶子里面的声音 这一片不要了吧 这里直接已经有一个头出来了 哇这里又有 哇这里面好多小鸵 小伙伴们看到没 这里面 再把这些枯叶给它扒一下 看来真的得给人家还大房子了 太不容易了 我看到那小小头啊 全在这个夹缝里面求生存 我把这片叶子扒掉吧 给它们一点生长空间 小伙伴们你们说是等明年冲天再给它们换盆呢 还是赶紧给它们换盆啊 终于换完了小伙伴们 这边也是蛮多头的 啥时候给它们换盆呢 最近也忙呀 最近事情还挺多呀 多没时间给它们换盆呢 这里面你看 还有一个小头 就这样吧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给这四颗肉肉打扮了一下 是不是感觉它们颜值提高一些了 加油啊亲爱的 哇我看到这一颗冰玉长得太漂亮了 看这颗冰玉真的太美了 我得给它换一个盆 倒是真的 你们看 太果冻涩了 阳光下 这下面还长根了呢 你我倒是愿意给你赶紧换一个盆 好了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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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